还没有算上我的工资 我爸妈的工资对吧 单单是个W的话 在餐饮来说真的说 可以说是赚不到钱 可能大家会说 厨师太多了吧 我们营业额的话 每天平均最起码是1.2个W 厨房有8个人 服务员5个人 大杂阿姨有3个 说实话 人手只能说勉强 我们中午基本上都是有10张桌子 然后晚上20张 生意真的算很好很好的 问题为什么赚不到钱呢 我想了很久很久 估计是现在的猪肉太贵了吧 一个售肉都要30块钱 还有其他部位的肉要45块钱 估计是肉太贵了 然后导致店赚不了钱吧 如果你猪肉都要 就那些普通的菜 你都要升上来的话 就我们定价比如一个菜心炒肉片 对吧 我们都是卖35块钱 38块钱 如果你要把它升到45块钱的话 估计也没多少人去愿意去 在你这个店去消费 因为很现实真的很现实 有些小伙伴肯定跟情侯说 你可以去用一些冰鲜肉去做 冰鲜肉的话 就怎么说感觉不太好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农村地方 所以客人喜欢的就是那些 简单 菜又好 对吧 又实惠 可能只有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嘛 真的可能赚不到钱嘛 自从10月份开张后呢 我每天的烦恼都没少握 也估计这原因 我的直播效果就差了 所以9月份我干脆不播 等到10月份 我正式回归直播吧 也不太想你太多了 感觉自己真的很累 很想帮家里 很想让老爸过上很好 很轻松的日子 可惜做不到 这几年做视频 做直播的钱 全都给家人了 有时候自己回头想一想 给他们的钱 都足够买一台全款的奥迪A6 也有小伙伴在算 哎呀 秦恩这一共有多少存款 其实也没什么好比较的 能拿是你的本事对吧 人家直播好的 一个月都有10个W 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 可能别人还羡慕你 每天能有这么多时间空出来 不用为钱而烦 说了那么多 秦恩也只想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最近的情况 也想发泄发泄出来 有些事情埋在心里 不发泄 感觉这些亏少 想的太多 这些亏很烦 秦恩现在就是这样 每天基本都是十几个小时 每次一想到直播不达标 烦 开饭店赚不到钱 烦 估计很多人也跟秦恩有类似的经历吧 可以 在评论区说一下 跟秦恩讲讲也行 希望早日能从低谷中爬起来 也希望秦恩在这两到三年 能再爬起来吧 能用自己的汗水经历 把家里的父母给补上 加油 追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